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抽這個戰利的龍卷 哇 第一次看到這個造型真的覺得超炫超酷的 哇 它這個開場大拼的這個動作 覺得超帥 那我們直接來抽看看 它這隻是應援喔 跟上次第一波的傑諾斯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它一樣也有送這個應援10次的這次機會喔 不過這都是要儲值一點券才有的 現在應援一次 影片開始前記得先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訂閱是免費的喔 這個抽獎的方式感覺有點像貂蟬 都才5喔 它大獎要1000 總共有10次 都是表情 獎勵倒是跟上次傑諾斯的差不多 它這次還要把什麼加速啊 回程特效啊 放進去 6 7 欸 越來越高喔 5 紀念徽章 這是什麼 嗯 紀念徽章可以幹嘛 那這次是沒有辦法說 3個換一次抽獎的機會嗎 現在我有57個 他首次優惠有7折 350 應援的這個紀念徽章 那這次歷史都沒有辦法那個耶 他只能快速選擇做一個發送到你的信箱 完全沒辦法換對換什麼東西啊之類的 那我們第一個已經拿到了 偶像禮包 那我們到達第二層 我想先看一下這個 應援禮包到底可以做什麼 應援紀念這個 龍捲紀念徽章啊 喔 這紀念徽章只是一個增加10.7密度的東西 傻眼 我以為跟活動有什麼關係咧 看來是沒什麼用 哇 哇 看來這次只能 就是抽到底 就是什麼 優惠方案都沒有 怕我剛剛思考了那麼久 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這樣到時候這個歷史紀錄會有好多東西喔 我們現在還剩下兩層 那目前500 都是一些沒用的東西 這些東西在你抽到的每一層的過程中都會抽到 就是說那些現實的其實 根本沒什麼用 那我們現在只差最後一層喔 847了 904 都沒有 哇 剩971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一抽一抽就可以了 8 979 989 哇 看來要直接保底喔 總共花了7600點卷 拿到1000了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龍卷了 那這樣每一層都有拿到 看起來是保底了啦 因為他在這抽的過程中其實是有機率直接抽到嘛 你看這個 你在抽的過程中就可以直接拿到 但是我們沒有拿到 哇 這次龍卷 比上次傑諾斯還多了3591的這個點卷喔 真的是比較多喔 咦 在我看來這兩個特效感覺差不多 就沒想到龍卷多那麼多 不愧是他的這個IP比較強啊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他全部都領出來 這樣子的話可能要除個兩單 可能會比較保險喔 都是一些這個現實的表情 這表情我還是覺得蠻可愛的 我剛剛是不是直接跳過了那個 動畫介面 擊殺 都是一些龍卷專屬的一些特效 欸這表情還蠻可愛的 他那個頭髮會個別的動 舞蹈的話我就覺得沒什麼特別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大頭罩 跟他的相框 他大頭罩還是蠻細心的啊 看一下他擺在這個大廳的樣子 他跟傑諾斯一樣是有八種這種特效 音效啊等等的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這一次的龍卷 畫的這樣的點卷 覺得值不值得喔 可以在底下跟我留言喔 有抽的朋友也歡迎跟我分享一下 你是幾點下課的咧 之後啊我們的頻道 也會不定期直播一些遊戲啊 比如說像傳說對決啊之類的遊戲 請大家持續關注我們的頻道喔 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按讚並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